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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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蓝军旅 让我们携手军营 感谢蓝军旅 让我们身处大漠 并不寂寞 在祖国的北江大漠 活跃着一支被称为草原狼的部队 它就是中国蓝军旅 祖建七年来 这支部队历经34次士兵对抗演习 取得33胜一副的娇人战绩 使红军部队在一次次魔力当中提升了战斗力 一批批官兵在这里得到历练 迅速成长 然而由于身处大漠近五年来 所有官兵几乎都是夫妻两地分居 直到2017年 乔德鑫和赵德鑫在军营洗劫连礼 才成为了这个部队的一项新纪录 我的歌才表现 我只是宝宝卡片 但随着我成长见证 我分有真心 2018年春节浅夕 在第81集团军牟旅地堂内 排长赵德鑫正在组织女兵 排演春节节目《德才兼备》 2016年7月也是在一个舞蹈排练现场 他邂逅了自己的丈夫乔德鑫 当时他正和女兵们为即将举行的 全旅集铁婚礼彩排 乔德鑫 然后带了他们排的战士 去这个大设舞台啊 赵德鑫呢 带着他们女兵排的战士 去表演节目 那个时候是政治工作部的周副主任负责 然后他说 德鑫你赶紧过来 然后那有个什么什么的活 这一块儿 然后乔德鑫跑过来了 在那边呢 赵德鑫也跑过来了 两个德鑫跑到一块了 当时其实我是离副主任要近一点 所以我是先过去的 然后副主任就 她也其实走到那了 然后发现副主任在和我说话 而有心的乔德鑫 却记住了这个也叫德鑫的女排长 集体婚礼结束后 大家一起合影留夜 乔德鑫主动找到了赵德鑫 然后说接她手机拍一张照 然后她给我们拍完之后呢 然后我就说 这个照片怎么给我传给我们呢 然后我就说 我说 那你加个微信再传吧 就这样乔德鑫要到了赵德鑫的电话 从此便隔三差五地给她发短信聊天 然而高大帅气的乔德鑫 似乎并没有引起赵德鑫的注意 因为此时的赵德鑫 尽管大学毕业来到蓝军旅 仅一年多时间 但已经荣获全旅优秀基层干部 优秀共产党员 还在各类晚会中担任主持人 简直就是官兵们心目当中的女神 很快乔德鑫的心思便被战友们识破了 因为乔德鑫刚刚提干学成归来 还是个学员身份 自然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战友们的调侃 然而不久后的一次综合考核 就让赵德鑫对她刮目相看 学员里面就是训练综合第一名 所以说当时觉得她挺优秀的 赵德鑫开始有意接近乔德鑫 这是她才了解的 乔德鑫2008年入伍 在之后的五年中 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 连续五次荣丽三等功 2014年被破格体干 尽管担任南军旅女排长 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 但每一次三公里越野 对赵德鑫来说 都还像是一场生死博弈 她希望赵德鑫能够帮助自己 解决这个难题 对赵德鑫的请求 乔德鑫自然是求之不得 她开始利用闲暇之余 通过陪练 为赵德鑫查找原因 并提出解决方案 在乔德鑫的指导下 赵德鑫很快找到了感觉 两周后困扰她的呼吸问题 就迎刃而紧 三公里越野 也由先前的17分多 提高到了14分钟 之后跑步确实挺厉害的 上一次在我们全旅干部考核的时候 还超过了很多男干部 赵德鑫开始崇拜起乔德鑫了 从那以后只要遇到棘手的问题 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乔德鑫 即便是思想政治工作也不例外 包括他们有些训练上不懂的地方 我跟他们说 下边挂兵烟训你怎么办 然后说说话不要那么直接了 咱们可以从策略方面进行渗入了 渐渐的两人的关系开始升温 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求婚仪式 在女兵牌的楼下展开了 我们一个战士过来跟我说 说排长 首长找您 然后我一听到首长找我 然后我就特别紧张 然后我就戴着帽子就冲下楼去了 冲到楼底下一看是他 然后我当时还特别不明 所以不看怎么这么多人 我以为说我以为首长过来找我 是因为我们俩这个事怎么了吗 一怕也把他叫过来了吗 然后我还说 我说首长找我呢 你赶紧走吧 然后他说哪有首长找你呀 然后他就过去了跟我求婚 都不知道他说什么了 就是脑子一边空白了那种 就听到一句嫁给我吧 然后突然特别感动 戴上戒指了之后 妈妈就喊亲一个呀 后来也没好意思 然后就抱了一下 第二天 小德心在营区 向赵德心求婚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蓝军旅 当时听说了之后 我感觉非常浪漫 在我们这个大漠里面 能有这样的小两口 所有人听了之后 也都是心里边暖暖的 一连几天赵德心都沉浸在这份幸福和浪漫之中 然而就在两人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 赵德心的母亲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我叫赵德心 1991年出生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 我叫乔德心 1991年出生于山东诸城 现任第81集团军牟礼牌掌 站在今日能倾听中国军队变革强硬的这片土地上 我明白了军人最大的奉献 不是牺牲而是胜利 感谢蓝军旅 让我们携手军营 感谢蓝军旅 让我们身处大漠 并不寂寞 军旅人生正在播出 乔德心 赵德心 情定蓝军旅 赵德心母亲之所以反对女儿和乔德心的婚事 是因为乔德心的家远在山东 担心女儿今后会远去山东 自己老了以后 身边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于是乔德心决定亲自做做未来丈母娘的工作 她先通过赵德心的手机 与老人家进行视频互动 让她对自己的相貌有个了解 随后又和赵德心的母亲互换了手机号 以便有机会跟她聊天 乔德心的真诚最终打动了赵德心的母亲 她最终改变了态度 经过双方父母商定 决定在2017年8月3日 为乔德心和赵德心举行婚礼 然而不久 乔德心就接到了参加全旅创破纪录比武的通知 她收起儿女情长带领战友 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 或许是因为乔德心求胜心气 超负荷的训练强度 让一个最有希望夺冠的班长出现了艳训情绪 训练成绩开始直线下滑 如果此时在强制训练 势必会对战友的身心造成伤害 因为乔德心也是从战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他最懂战事的心 毕竟这个战事技术动作是一个短距离高强度的一个体能消耗方式 所以说在排行起来特别费力 消耗能量特别多 尽管赛期一天天临近 但乔德心还是做出了停训整修的决定 而同委一线带兵人的赵德心 这时也树领了带领化物班女兵 争夺感动81级团军班集体的任务 不久她也遇到了女兵厌训的难题 有个女兵三公里大概能跑到20分钟左右 所以每次跑三公里 她就会有的时候会和我请假 排长我不太舒服 我能不能不去跑了 尽管赵德心跟这个女兵进行了多次思想沟通 但依然收效甚微 虽然说跑下来了 但是每次还是不及格 面对这个女兵 赵德心想起了自己跑三公里式的困惑 带兵其实要带心的 既然她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可能对于她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要去帮助她 而不是去强制让她去这样做 可能强制让她做 她也必须要去做 但是这样就没有达到我们带兵的效果 为了不让这个女兵掉队 赵德心再次向乔德心发出了请求 然后她就和我说 她说先增强耐力这个训练 然后增强耐力训练之后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速度练习 可以这种以做游戏的方式 就是你跑一圈 我跑一圈这样 或者是这一圈跑快 下一圈跑慢 有了乔德心的游戏训练法 再加上赵德心的身体力行 这个女兵很快从抵触情绪中解脱出来 最终获得优秀士官 即全旅十大优秀士官标兵 并容力三等功 话五班也如愿被评为 感动81级团军班集体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乔德心也带领那名班长 重新投入训练 为了将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他拿出了当年四起训练师的狠劲 给他负重 然后就是腿上绑上纱带 然后进行爬栈树 身上绑上纱带 然后胸带那种的 进行爬栈树 然后最后重量脱去之后 然后身体就减轻了 同时提高了爬树速度 爹子铺堆 追 追 尽管有些残酷 但这名班长的战术水平 却得到了迅速提升 并荣获创破纪录比武第一名 乔德心也圆满完成了 这次组训任务 7月下旬 俩人的婚期进入倒计时 就在这时 一个大项演习任务 再次落到乔德心身上 我听了这个消息 之后心情也是 当时也是非常沮丧的 然后给家里也是 把这个酒店 以及箱子设施 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作为蓝军旅一线带兵人 乔德心深知 演习对提高红军部队战斗力 意味着什么 两人决定 推迟婚期 征得双方父母的理解后 乔德心再次奔赴演习训练场 并圆满完成了演习任务 给两人的喜事 又送上了一份厚礼 这次演习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同时我们排也有一名同志 被表彰为演习先进个人 8月13日 在双方父母和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乔德心和赵德心在山东举行了婚礼 看着赵德心幸福的样子 战友们想起了两年前 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就是16年的时候 他带新兵 那时候我还是教导员 我就看得很负责 很敬业 我就问他 有没有对象 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他说 现在我还不考虑 结果转过年来 就看了一眼这个乔德心 结果把不考虑这句话就抛到脑后了 这也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吧 当一个男孩子优秀的时候 他的爱情自然而然的就到来 这时赵德心才明白 当初在集体婚礼现场 乔德心说自己没带手机 竟然是个美丽的谎言 目的就是为了接近他 尽管夫妻俩只有周末才能相聚 但赵德心的温婉贤惠 还是让乔德心在寒冬的大漠中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战事当那个体干当成干部 其实体能素质 军事素质 包括个人的一些那个政治素质 都要过 他应该是经过了很长的 漫长的一个努力 挺崇拜的 希望广大的姑娘们 选择我们蓝军旅的官兵 作为终身的伴侣 我们蓝军旅的官兵 忠诚勇敢 阳光帅气 一定会是你们理想的 众身伴侣 今天我们排列的舞蹈名字叫 来吧 萧音 拉布战场 本节目为选送我旅 2018年度春节晚会 结合 再把敌人火与你较量 我把子弹已经推上唐 不管你多狡猾 多凶狂 我一样都会把你埋藏 莫道已是那个刀 刀一张 胜利气质已经插上山岗 将军梦想就在我的肩上 没有二话就是要大胜仗 蓝军旅 全体冠军 在北江大漠 送为大的祖国 安容大胜 送全国人民春节快乐 你许我一生的幸福 我选择坚守大漠 多为对你的长情告白 由于蓝军旅承担着繁重的 演习任务 所以许多官兵都一再推迟婚期 于是 旅领导决定 每年八一为官兵 举行一次集体婚礼 这个举措也成就了 乔德欣和赵德欣 这对军营夫妻 尽管只能是周末相聚 但他俩觉得 与其他常年分居两地的官兵 相比来说 已经幸福了许多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对 扎根大山十二年的夫妻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他有拿手好菜 他是多才多艺 他们共同品味生活 百般滋味 他愿给他当眼 他会为他壮胆 他们一起扎根大山 动力无限 军旅人生下期任意播出 吕小鹏夏琳 有你我就敢面对 感谢您的观看